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比流氓還可惡 比流氓還凶悍 就跟流氓一樣 完全沒有倫理法則 出席活動 中東景一上台就炮火全開 對準總統蔡英文 感謝蔡總統直接點名 表明現在就要跟中東景對幹 所以我現在已經是跟總統打仗了 開玩笑說感謝蔡總統點名 還說要跟總統打仗了 因為上週民進黨中場會前 蔡英文炮轟她的黑刀背景 接著地方上就出現這種負面文宣 讓她無法接受 我這個文宣到底是哪裡 哪裡是不實的 我自己也有簽名 我也在後面有簽名 親自拿出簽過名的文宣說明 強調上面的犯罪前科和相關流氓管訊等等字眼 都是有所本絕對不是黑函 這是黑函的話 可以告我啊 告法律來平民理 告你我這個是黑函 不是黑函 或是不實 我願意付法律任何的責任啊 除了願意負擔法律責任 徐定貞還揭露中東井陣營威脅恐嚇負責發送的派報聲 雙方隔空互嗆火藥味十足 中東井議長的任何一條都是一槍斃命的啦 為什麼到現在五六槍的都還斃不了命的 還繼續選真的是死豬不怕開嘴炭 如果真的要抓鬼 民進黨才是真正的內心有鬼 利用全黨之力收買媒體 抹黑污衊 反控遭到對手污名化 中東井陣營不甘示弱 駐帥上場對抗總統 塑造選前對決氣氛 要邊緣化其他兩名選戰對手 近新聞許其中張景函採訪報導 只要繼續選擇